暴雨又快又急 颱風機快到就怕淹水來威脅 裝上水管将沉水放浦放入水中 通上電源启动抽水 专业及时建议民众平常搭中 可以非妥像这样 简单操作的沉水放浦 淹水时立刻派上用场 高35公分 宽16公分 周纳是不占空间的 8公升的水桶 差不多5秒钟可以把它抽干净 先确认擦头是否会干燥 水位的高度 必须要在泵浦的一半以上 以免空转注意一下 吸水的端是否有杂物 同样抽干100公升的水 沉水泵浦只要54秒 对比本机一勺一勺慢慢摇 速度差了3倍以上 挑选项 自由品牌 制造商 妥善率高 品质相对稳定 机种多样化能依需求选择 另外水管size不同 多元出水口径 转接器也很重要 大水退去 出洞可调试喷枪 清理 泥沙脏屋 有强力水柱 大面积喷洒 只要准备容器装水 安装上吸水管 回水管等配件 就可以开始清洗 快速省时 喷枪平常还可以拿来洗车 洗冷气 善用工具未雨绸缪 面对水患才能有备无患 好 刚刚在报道当中 您所看到的沉水泵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了 我们要请副董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 不过我们先请教一下副董 他好像是完全都可以防水是不是 说整棵都可以丢到水里 为什么 它的设计原理就是丢在水里 做一个抽取加压的动作 不是只有防水涂层 听说还有包括里头 还有一些密封的设计 是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沉水泵谱 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 为什么说以前也是有抽水机 这一台它最大的功能在哪里 主要是说淹水 或者是说积水的部分 做排除的动作 是的 的确现在很多台风 台湾也很多地湿地湾的地方 可能家里头如果被一个小型的沉水泵 会很有用处 灾后处理会比较方便 而且好像听说它吸了会比较 那么干一点 是的 然后到最后善后 只要用脱包拖一拖就可以了 是的 真的可以这么厉害吗 你是不是帮我们示范一下 好的 我们来考试一下 看看这样子的沉水泵 真的有这样子的用处吗 好 如果再使用的话 像现在这边是大概36升的水 对不对 36公升的水 是 然后假装这个是淹水的地区 我们现在要来抽水 对不对 好 等一下 我要来考试 好的 我要看36升到底什么 多久的时间可以把它弄好 好 开始 这是 我们看看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 是的 真的很快速 对啊 而且一开始这个马达还蛮强的 对不对 是的 水速还蛮大的 它主要的设计来讲的话 这个沉水泵里面还有一个逆子阀 所以它水抽完它不会逆流回去 不会逆流回去 对一般有的电关掉水又流回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逆子阀 是 它也有专利的一个 台湾有专利 所以这是它厉害的地方就对 对 是 现在还在抽 对对对 它会把一般会有一个残留的水位 那这个专利设计是说 它可以滴到很低的水位 好 差不多了 已经吸得差不多了 对 对 43秒 是的 就真的蛮快速 然后我们应该要来看一下 是不是底下残余的水不多 我来验证一下 几乎真的用拖把应该可以拖得干 是的 是的 一些些的水 可能刚刚我们如果再让它 多吸一点时间 它就可以做到 多一点工作时间让它 它还会继续再吸更干一点 那还是可以再继续吸 是的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听说这个设计 也为台湾争光 而且还得了台湾金瓶奖是不是 是的 好 那这个是研发上面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不是 黄董 听说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 您还很骄傲地说 像很多的电梯或地下室 如果有积水的话 这个也很好用 所以很多都装在地下室会 地下室会渗水的 还有电梯 那个会漏水 电梯也会渗水 大部分都钻一台 这个自动 还有自动浮水 有水它自动会抽掉 好 我们刚刚在讲说 这个吸水的马力 当然是非常重要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时候在抽的时候 噪音也是要考虑的 尤其是那个水塔 早期有很多的新闻报道都说 搬到一个什么顶楼 尤其是那种顶楼加盖 或是什么的 然后结果晚上吵到神经衰弱 睡不着觉 对不对 那个噪音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不过近几年来台湾的泵浦 在这方面的研发 已经开始朝着 那个降噪音的方向在做 对不对 成果究竟如何呢 副董 我父亲刚刚早上的时候 先求它的功能 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不注意 它的所谓的噪音 对 跟效率 而且早期的人觉得说 比较吵是 没打得有辣 对 感觉它有在打 好像有在打 是 比较习惯了 但是现在大家的观念已经改了 就是要降低噪音 是的 好 讲到降噪音 其实早期的公寓楼警察会看到 这个白白的这个 而且有一整排 是 听说这个也就跟降噪音有关 这个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 这个 黄总市长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白白的这个 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看起来好像那个安全帽 工地的那个安全帽 我们叫做细丫头 细丫头就是 也是一种那个卵充器 不然它一打一停会震动 它就一个续压暖冲 以前第一代的胖部 那时候就是什么 设备还有技术 没有那不好 像这一台就是等于我们 第二代的做法 马达把它收小 现在设备 我们买很多CNC精密加工设备 精密度就提高 做起来就转速快一点就不会震动 效率又提高又省电 所以这个算是早期吗 还是现在还有在用 现在已经是发展到 第二代发明 这一台已经30年前的发明 这是30年前发明 现在已经进展到第二代了就对了 现在东南亚还用很多 我们外销东南亚还用很多 早期是机械式的 后来你们也开始要研发说 是不是用这个电子式的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 那个水忽大忽小 对不对 如果用电子式的 是不是会比较理想一点 你们就做了这个研发 不过一开始听说 你们起心动念之后 做了研发之后 踢到了铁板 真的很不容易研发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踢到铁板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在水棒的机械结构来讲 对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是很成熟的 可是在于在控制方面来讲 以前的控制都是机械式的 控制方式来讲 就是会有一个限制在 小水量的时候就会打停 所以水量就会忽大忽小 我们要克服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就用电子的流量控制 造成小水量还是非常的稳定 让使用者洗澡就不会忽冷忽热 可是在电子这个领域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陌生 一开始的时候 当时 所以动作有出来 可是对它的寿命 跟对环境的承受度 那时候考量没有那么多 而且好像台湾比较潮湿 对不对 电子就比较容易故障 对不对 好 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说 你们面对了这样的困难之后 到底是怎么样去克服 其实我读了你们的故事之后 发觉你们在克服这个障碍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很值得 其他的企业来做借敬的 然后当然面对挫败 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去改进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那就是快乐泵浦 那是在印度一个缺水的村庄 设计了一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游乐设施 那么结合了古早的手压式泵浦的概念 打造出一款叫做快乐泵浦 这种打水的设施 就如同您现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它的差别就是装在泵浦上面 居然是翘翘板 所以小朋友可以一边玩乐一边顺势 把水打到8到10公尺高的这个水塔里头 来进行储水 还真是一举两得 不过听说我们董事长的研发之路 可能比这个快乐泵浦还要来得 更具有戏剧性吗 马上回来我们继续聊 请别走开